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炎症以后肠股之间就有可能形成粘连 粘连以后的话 应该说所有的腹部手术以后都会形成粘连 但是粘连腹部腹部腹部年连的话 一般也不需要特殊处理 这个的话有些预防的措施 有些预防防年连的一些像透明止三纳 有些防年连的一些几经糖 这些防年连的可以预防 但是就是这个效果来说 也不一定很确切 长年连最麻烦的一个情况是形成长江族 长年连他就说这个 也不一定会预防的措断 也不一定会预防的措断 也不一定会预防的措断